有些话我想要告诉你 自小我你 还有师弟同门习武 虽说人生莫不由此 在此乱世 能够和你和师弟交手切磋 知己知心 对于寒深而言 亦无遗憾 有些话 我怕过了明日 就再没有机会说了 师妹 其实 我 师兄 你为什么突然被关起来了 虽然说 秦兵压尽 抚养凶多吉少 但是你我也并非凡夫走足 如此乱世 我们更应该 爱惜自己 不挤住人 再说了 大师兄你不是说还要叫我钓鱼的吗 听到西别之言 丽儿心里会很难受的 我是不该如此丧志 是我失礼了 你是我大师兄 说什么是理不是理的 大师兄 不过大师兄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浦阳一战 我也受了重伤 出生后我无法去找你们 待我伤愈 已是数月后 我想起了师父 曾提起过鲁钩剑大侠 然而到了魏国 却看见你被秦国通缉的告示 我四处访查 打探不到你们的下落 后来我遇见鲁师叔 又是数月后 他说你们早已离开 然而告示却突然被撤下 我担心 你已经被抓入了咸阳 无论如何 只有潜入秦宫 才能坦得师妹的安慰 我本想潜入秦宫救你出去 我本想潜入秦宫救你出去 大师兄 你竟为我如此担惊劫虑 和师妹受得苦逼起来 我这算不了什么 爸王 师妹你醒了 师兄 妈已经喂好了 咱们可以走了 师兄 我跟你说的事情 你没有透露吧 好 你是说 先不要提你生下天明的事是吧 好 好 你放心 我没有提 谢谢你啊 大师兄 你应该是想 亲口把这件事情告诉师弟吧 这样倒是很好 只是 他还不知道天明的存在 我想让他们父子面对面 然后亲口告诉他这个事实 但是现在 我又担心天明他 你怕师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吗 是 若是我 既是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生下的孩子 怎么可能不接受他 我但 真好 我们这是促成了一段姻缘 重圆了一面破镜 这是喜事 你怎么还哭了呢 我 我 我这是高兴的泪水 喜极而泣 是吗 看来我们是一样的 一样的 什么意思 就是心情有点复杂 对啊 为了他们能够重逢而感到高兴 但同时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重逢 再度让自己变得沮丧 是不是 沦落天涯 同病相连 不过 不过 如果丽姐姐跟金大哥在一起能够幸福 我的心 就算金大哥一辈子不了解 也没有关系 对 因为丽姐姐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人 我希望他们一辈子在一起 一辈子幸福 我完全能够明白 看来我们不光是同病 连病情也一样不轻 大师兄 答应我 绝对不要让靖师兄知道事情的真相 师妹 我以为带你出宫是件好事 但是 没想到却让你更痛苦 不瞒你说 我知道兰儿姑娘喜欢京师弟 可是我以为 我以为这就是某些人的命运 苦苦爱慕这一个人 即便得不到她的回应 也没关系 只要能够静静地守护在她身边 就足够 不瞒 大王 丽夫人是被我私自拐带出宫的 她并没有出宫的意思 请大王降罪于我 韩申烂命一条 愿由大王处置 我要是现在承认 韩申是我大师兄 会不会反倒害了她 大师兄 你怎么这么傻 为什么要回来 臣在 韩申触犯秦律宫规 该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诺 臣遵命 来人 苦苦爱慕这一个人 即便得不到她的回应 也没关系 只要能够静静地守护在她身边 就足够 我希望你能够更加珍惜自己 而不是只考虑别人 尤其是在你有危难的时候 一定不要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 你要记住 你随时可以向我救援 我就在你身边 大师兄 你怎么这么傻呀 我做的错事 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就好 现在这样 我该怎么办呀 要唯好 就 sloppy 大家 快点 丽儿 经过这次意外 想必你也看到了 这宫中的险恶 天明在宫外 其实比在宫内安全 就算吟政死了 我也会帮你把天明找回来 大师兄 你还记得爷爷 送我的那把短剑吗 当然记得 那把短剑在我入宫时 被魏魏大人给收走了 但是今日 嬴政又把那把短剑还给我了 嬴政其实 一直都在被人利用 被人摆布 她一直都非常想找一个 她可以真正信任的人 丽儿 你不会是喜欢上嬴政了吧 我只是觉得 嬴政他不是一个 那么有心机的人 大王 臣妾想与大王一事 你 你 太子殿下 可否借你的宫义用 请 多谢 你这只毛虎 可真贪玩 要是大王输给臣妾了 那就罚大王喝两杯酒 好 愿度服输 你 你用两支剑 你作弊 大王又没有规定 只能顺翼之间 好 寡人自罚两倍 大师兄 我在这儿 莉儿 你怎么打扮成这样 大师兄 我不能跟你们一起立秦了 嬴政 他现在有难 我必须要去救他 母妃 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您要去哪儿 别丢下天明 天明 你父王他现在有难 娘必须要去一趟 娘很快就会回来的 这段时间 你要好好听韩叔叔的话 好吗 天明不一 如果要去帮父王 天明也要去 天明 你要乖乖的 这段时间 跟韩叔叔好好学功夫 将来 父王和母妃 都要靠天明来保护了 我 我 莉儿 她对你如此无情 你还是要回去吗 她对我无情 不是她的错 她是一国之君 迫不得已才会这么做 我做出这样的事 应该早想到会有怎样的结果 嬴政她这一生 有太多的不得已 她对她母后 对吕不韦 对承脚 对燕太子丹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伤害任何人 只是在当下 她不得不做出那样的决定 原来 你已经爱她很深了 是 我爱她 看着她有困难 我不能视若无睹 好吧 你走吧 可别吃了 那天明 天明就交给大师兄了 放心吧 这几日 我一定把它交成一个小男子汉 天明 无非走了 叶儿 你记住 虽然我成全了你 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姨证 伤害你的人 师兄永远都不会原谅 伤害你的人 母妃母妃 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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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显如 母妃 大师兄 我是丽儿 大师兄 师妹 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 还好 你呢 你还好吗 你这么久都去哪了呀 四处走走看看 有时候 会突然想起我们年少的时候 和师父一起 云游天下的往事 能再见到你真好 对了 天明是不是长大不少了 他都已经九岁了 我在想 他如果再见到你的话 应该已经认不出你了 师兄 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 我已经让师弟知道 天明是你们的孩子 是吗 丽儿 跟我走吧 我带你离开秦宫 为了天明 为了你自己 这次 你真的必须离开营正 秦王他口口声声要统一天下 给天下万民真正的和平 可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的和平 是建立在多少鲜血 多少尸体之上 如果这就是营正所要的和平 他不过是想把天下变成一个大坟场 不如在一起 你就可以自由自在了好吗 丽儿 安全了 我们走吧 大师兄 我不能跟你们一起走了 事情都是因我而开始的 我绝不能在此刻抛下一切离开 为什么 为什么 可是你把天明带出宫 你自己带回去 营正不会犯过你的 不行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回去 大师兄 丽儿心意已决 你就快带着天明走吧 一会儿他们追来 你们就走不了了 可是不是说好的一起走吗 师兄的大恩大德 丽儿这辈子都无法忘记 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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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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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好 还有我 天色又江湾 继续了蓝色的仙人 走吧 大师兄 出灵前 我们才看见 我也光思现 不信 听话 天明 乖 听话 乖 感谢观看